第五次会议在河内国会大厦开幕 开幕式结束后 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宏清提叫了 关于对2022年和2023年前几个月的 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实施情况 和国家预算的普通评估报告 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宏清强调 除了取得的成绩外 社会经济形势从2022年第四季度开始 继续暴露出困难和挑战 给互关经济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吴宏清主任表示 完成2023年全年增长目标压力巨大 会实现6.5%的目标 今年后三个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季度增长7.5% 同时作为全国主要工业生产和出口中心的部分地区 同时出现负增长 该报告建议政府更加贯注和评估困难的商业形势 近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 诊疗 场所 患者和医务人员防日晒防护工作的公文 卫生部的公文建议 医疗机构齐续立即安装屋顶 覆盖街区之间的过道和专者家属较多的室外区域 同时未必要的区域制定增设分散和烘调的计划 该部门还要求医疗检查和医疗设施 以确保在临床课室和后诊室 未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充足的免费饮用水 在热天短缺或需球量大的地方补充饮用水柱 同来博物馆说 在五月份 该博物馆迎来了参观客人近五千人次 与此同时 陈变文庙也迎来了参观游客的九千以上人次 在五月份 同来博物馆举行平达皮牌强品国宝公布仪式 开展平达考古遗址专题展 完成平训博物馆同来旅游圣地专题展示 同时完成了战时大事纪专题展的策划 在五月份 承变文庙也迎来了参观游客的九千多人次 中心还协调组织越南侨团上香一式 配合变合式人民委员会 续办雄王纪组织 并组织庆出胡志明主席诞成133周年活动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5月22日表示 必要在五月举行的联合国告级别会议之前 举行一次就乌克兰去世的联合奉会 卢拉·达西尔瓦在参加七国集团奉会后 在日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必要在联合国讨论乌克兰冲突 我们可以在六月或七月 安排组织就乌克兰冲突讨论的联合国大会会议 与其原定的九月 根据巴西总统的说法 俄罗斯总统弗洛基米尔·普京和乌克兰总统弗洛基米尔·泽伦斯基 都应被邀请在会上发言 较些时候 巴西领导人宣布 准备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领导人的直接谈判中 担任挑起人 韩国核专家5月22日抵达试本 考察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污水的质量 这次反问是在今年夏天 污水排放入海之前进行的 预计韩国代表团将反问福岛核电站两天 以审查处理水的安全性 韩国专家表示 他们将考虑污水对韩国海洋和渔业的潜在影响 采取必要措施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宋月博表示 日本快仔细说明 水会经过处理达到安全标准 然后用海水进行稀释 我们会经济做到最好 让韩国代表团了解废物排放的安全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